好,我们这一个视频,我们讲一下什么时候只是相容的方程 和不相容的方程 我们说方程组吧 相容的方程和不相容的方程 或者说有解还是无解 有解还是无解的方程组 或者相容的方程或者不相容的方程 我们要把这个东西用比较简单一点或者比较有效的方式讲出来 我们会要用到这个所谓的rank的定义或者说是质 那我们什么是rank呢 中文里面叫质 所谓的rank 一个matrix的rank 一个矩阵的rank 我们可以说是它有多少个飞银行 多少个飞银行 当然说是在它的这个行阶梯矩阵里面去看有多少个飞银行 也就是每一行里面 每一行里面的第一个飞银行阶阶阶阵里面的每一行里面的第一个飞银行阶阶阵里面的它有多少个 那有了这个定义以后 我们有一些定理 去关于解的一些定理 我们第一个定理 是关于这个非其次方程组 关于这个非其次方程组 它有一些结论 第一个是 如果ranka 也就是说它的系数矩阵 小于 它的增观矩阵 系数矩阵的值 小于增观矩阵的值 那这个方程组是无解的 也就是说它是inconsistent 这个方程组是inconsistent 我们可以形象的可以看 如果说系数矩阵 做了这个roll reduction以后 它最后一行全是0 而右边 最后那一行右边的数字不是0 就相当于是出现这种情况 也就是说系数矩阵的 它的rank要小于 它的增观矩阵的rank 那这个时候是无解的 这个时候是无解的 inconsistent system 也就是说它表示它是没有解 那如果说ranka 它的系数矩阵 跟它的增观矩阵 它的argument matrix 这是相等的 而且正好等于我们位置圆的个数 这个时候它是consistent 但是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consistent system 它的solution是unique的 也就是说它有唯一的解 第三种情形就是如果系数矩阵的质 等于这个增观矩阵的质 但是是小于n的 这个时候也就表示说我们的系统 这个线性系统 它有这个自由源 既然有自由源 自由源可以取任一数吗 可以取任一数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它的解是无穷都不决 infinetly solution 这个写错了 它的解是无穷都不决 这个可是关于非其次方程组的 那么对其次方程组 Ax等于0 它也有一些相对应的这些一些结论 当然说我们在讲 在讲解决这个结论的时候 通常我们是先讲其次方程组 当然这个在我们是属于复习类的课程里面 这个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我们只是列举这个结论 那么对其次先行方程组 它无所谷就增管矩阵 增管矩阵 因为它的右边全是0 所以它的矩阵 系数矩阵和它的增管矩阵 它的rank肯定是一样的 如果rankA它是等于N 也就是说它的质跟它的位置元的个数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方程组只有零解 只有零解 这个零解有时候叫做trivial solution 就是平凡解 这个trivial solution我们中文叫做平凡解 或者说它是只是零解 因为你因为要是这个 如果x等于零的话 左右两边无论如何都是 都是相等的 如果系数矩阵的质小于N 这个时候它有自由元 它就有无穷多个解 这是对这个其次线性方程组来说 那我们还有一些这个解的这个结构 其次方程组和非其次方程组 它们之间的关系 如果说 如果c等于 如果c这个向量 如果c也许表示成是很多向量的组合 是其次线性方程组的通解 通常我们看到 在上次我们在讲这个上一个视频里面讲的结构的时候 会有t啊s啊 这种就是general solution 如果c是其次方程组的general solution 就是它的通解 就是它的通解 其次方程组的通解 而eta是 是ax等于b的一个解 任意的一个解 任意的一个解就可以 那我们只需要找到一个解就ok了 那么我们说 这两个解加起来 是可c加上eta 它就是 它就是这个非其次方程组的通解 是这个ax等于b 这是它的通解 这是解的结构 前面这是有解无解的定理 好 最后这个是解的结构 那我们可以有了这个rank的定义 再加上这三个条定理 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些 就知道一些方程组 它是有解还是无解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road reduction 可以算出它们的rank来 那我们看一下立体 看第一个立体 如果ax等于b 其中a是等于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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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3,-4 b等于1,1,2,5 那我们可以看 通过我们刚刚的前面讲的方式 我们先把这个augment matrix 我们写出来 然后做road reduction 1,2,2,3,4 二三负四 这是五 好,我们把第二行减去第一行 这是01 负六 一 把第三行减去两倍的第一行 然后我们把第三行 减去第二行 那我们得到的第三行就变成002 然后我们隔开了 我们很显然可以看得到 系数矩阵 系数矩阵的rank 也就是我们虚线的右边 虚线的左边 虚线的左边 我们如果我们不看 不看右边的这个部分 那么我们看虚线的左边 只有两个非定行 所以它的rank是等于2 而我们把右边 这个考虑到一起以后 我们看它就有三个非定行 它是等于3 所以我们系数矩阵的质 小于这个增管矩阵的质 所以也就是说 rank A它是小于rank A 这是B 所以它是没有解的 那当然我们 把这个 把这个 argument matrix 我们也可以写回到原来的方程组里面 写出它的所对应的线性方程组 那我们就会发现第三个方程组相当于是什么呢 相当于左边是0等于右边2 0不可能等于2 所以这个是no solution 0不可能等于2的 所以这个方程组没有解 这种的方程组叫做inconsistent system 这是第一个例题 我们可以看具体的一个例子 那在我们的考试中 我们经常会出现一些参数 它会给你一些未知的常数 问你这个方程组是有解还是没有解 是有无穷多个解 还是有唯一解 那我们看这样一个例题 ax等于b a它是等于 1-1 2 1 1 a它这出现了一个未知的常数 -3 6 -7 而b 是等于 这是1 1 好 这个是b 那我们发现 这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参数 那么我们的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 a等于什么的时候 b等于什么时候 这个方程组是 没有解的 什么时候它是没有解 第二个问题是 当a和b是什么时候的时候 它是unic solution 什么时候它的解是唯一的 它实际上就是应用我们刚才前面的定理一 它什么时候的解是无穷多个解 那我们根据我们刚才的定理一 定理一 那我们看一下 rank a小于rank a b的话 那它这个是没有解 那如果相等 它们的rank都相等 而且正好等于 它的 可以说它是位置元的个数 也可以说是正好是 等于它的列数 好 那这是unic solution 那么如果说它们的 至相等 但是小于n的话 这是无穷多个解 那我们先来直接去看它们的rank 是等于多少 那我们就把这个augment matrix写出来 然后去做rule reduction 然后去做rule reduction 1 1 a 这是1 负3 6 负7 b 好 那我们 把第二行减去第一行 这是 这是 这是2 这是a-2 这是0 好 第一行乘成3 加到第三行去 这是0 这是3 这是负1 这是b加上3 好 那还不是行阶梯 那我们把第二行除以2 这个它的private number就变成了1 0 1 这是2分之a 减1 这是0 好 0 3 负1 b加上3 好 我们再把第二行乘上负3 加到第三行去 变成1 负1 2 1 0 1 2分之a 减1 这是0 0 乘上负3加上来 所以这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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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3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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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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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pivage number 那么这个 这个有可能是pivage number 有可能不是 那我们根据我们刚才的结论 我们说 我们说 这个 系数矩正的rank 小于这个增广矩正的rank 系数矩正的值 小于增广矩正的值 那么只有可能就是2 减2分之3 a等于0 但是b加3不等于0 这个时候是no solution no solution的结论 只能是2减上2分之3 a这个等于0 但是b加3不等于0 那这个时候 系数矩正的值是2 而增广矩正的值是3 那也就是说 a要等于3分之4 但是b不等于3 这个时候是no solution 根据我们定理1 那么unic solution 就是v解 v解的情况 我们说的是 系数矩正的值 和增广矩正的值 都应该是等于 它的位置元的个数 那我们这是 系数矩正是三列 它有三列 所以它位置元的个数 是3个 那么我们只有可能2减2分之3 a不等于0 这个不等于0 至于b加3等不等于0 那不影响 它的这个增广矩正的值 因为我们增广矩正是 整个这个考虑在一起的 如果这个不等于0 也就是说有三个tiever number 所以这个时候它的解是唯一的 这个时候也就是说 a只要不等于3分之4 它的矩正是 它的这个解就是唯一的 好 那么第三种情况 就是 叫无穷多个解 无穷多个解 那么增广矩正的值 要等于系数矩正的值 那我们看一下 增广矩正的值 要等于系数矩正的值 而且要小于它的n 那么这n是3 那么要小于3 那这里 因为我们看第一行第二行 都有pivet number 所以它的rank 它的值 最小都应该是2 那么只有可能第三行全是0 第三行全是0 那它的值才会是2 所以2减2分之3a要等于0 而且b加3也等于0 这个时候它是infinite solution 那这个时候 那也就是说 a等于3分之4 b等于负3 我们前面这个应该是负3 我这里写错了 b不等于负3 这个时候 它的解是有无穷多个解 那这就是我们通过这个解方程组的 就是通过rank的方式来确定 它的方程组有解还是无解 是V1解还是无穷多个解 不等于5比4 的 就负3